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晚深夜就傳出了一個消息 使得網上很多人都議論紛紛 眾說紛紛 消息是關於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十九次會議的議程 終於出台了 只不過穩穩整份的會議議程 都是找不到港版國安法的存在 到底這是意味著甚麼呢 是中共選擇不在這個時間去立法 選擇是各自 或是領密時間再進行立法 實情今次人大常委會的會議 將會在6月18至20日在北京舉行 在今次會議的議程當中 其實就列明了 人大常委會將會審議一系列的法案和工作報告 雖然找不到港版國安法 但在那段最後一句寫著審議有關任免案等 到底這個等字 是不是留有一個下回旋的餘地 留了一個走盞的空間 就是到期時可以將港版國安法 納入回會議議程當中 故此其實這個可能性都是不能排除的 但就算港版國安法沒有在第19次會議當中審議也好 其實按照人大常委會安排會期的規定 每兩個月就會有一次人大常委會會議 通常安排在雙數月份下旬舉行 今次就是6月的下旬 18至20日 下一次就應該是8月 當然人大常委會的規定也說明 如果有特殊需要的話 就可以臨時召集會議 換言之 就算6月份這次的會議 沒有審議到港版國安法也好 大陸政府也不需要等到8月 他可以在這兩次會議的空隙 隨便找一個時間召集臨時會議 去搞定他都可以 實情根據我的判斷 就不覺得共產黨是會臨陣退縮的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 就是港版國安法這件事 就已經不單純是中國內政簡單 已經是提升到國際層面 甚至乎香港問題就已經成為了 中美新冷戰的其中一個角力場所 現在搞到如火如荼 才突然說縮的話 基本上就是有選國體 而且中美雙方也各自找了自己的盟友去撐牆 美國找了五眼聯盟的國家去簽了一份聯合聲明 然後又叫其他他的盟友分別要作出表態 好了 中國也找了他的傳統盟友 比如朝鮮、魯窩、伊朗或其他非洲國家 作出表態支持港版國安法 支持香港繼續實施一國兩制等等 在中美兩個大國各自都催行雞的情況下 怎會禁而欺話縮就縮呢 其次就是 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 在6月8日的時候 他曾經發表過關於港版國安法的講話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這個港版國安法是勢在必行和理所當然的 而且他還說到 這個港版國安法 其實就是反對派和所謂分離勢力 逼中央出手 當他講到這麼嚴重 這麼斬釘截鐵的時候 忽然之間說轉派不立 基本上就是沒什麼可能性 因為中共就是最愛面子 由港澳辦副主任這種級數的幹部走出來 說明世在必行 就肯定是會立法的 只不過就差遲早 就不同於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為什麼呢 因為逃犯條例的修訂 名義上就是由特區政府提出 當然實際上是誰的心照 但是起碼來講 撤回逃犯條例修訂這個決定 名義上都是由特區政府自主作出 故此在理論上 就算要損害 都只不過是損害到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 在黨國體制上就不會再上升一級了 當然實際的影響是怎樣 就後話了 好了 今次就不同了 是由全國人大通過了 說要授權全國人大常委 去作出這個港版國安法的立法 故此基本上就是沒有彎轉 好了 大家可以再看 基本上特區政府在這幾天 就是馬不停蹄地為港版國安法 不斷作出宣傳 無論在網路上也好 在媒體上也好 總之就是日講夜講 表中都表到不見累 在特區政府都沒有暫停到港版國安法的宣傳工作情況下 我就更加不相信大陸會縮的 就著這個議題 到底是什麼葫蘆賣什麼藥呢 我就更加傾向相信 更大的可能性就是中美雙方都在背後進行談判 大家都記得了 在5月22日白宮記者會之上 特朗普宣布了 說香港已經變成一國一制 故此就要撤回某些對香港的特殊待遇 而且還會對於那些侵害香港自治的中國和香港官員進行制裁 但到目前為止 都已經是經歷了大約兩個星期了 美國國務院仍然是未就住 特朗普當日在白宮記者會之上所講過的這一類型的措施 是作出更加具體的安排的 到底是會制裁哪些人呢 或者是會怎樣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的地位呢 暫時你也說 還是雷聲大雨點小而已 因為都未有詳情公佈嘛 好了 那到底這個是不是牽涉到 中美雙方其實在背後還在談些什麼呢 中國的角度當然就是想 美國不要再就著香港人權這個議題 去說三道四 不要再就著這個議題去扯大陸 到底中國能夠提供什麼給美國 去令美國不再在香港問題上發聲呢 這是一個可能性 而另一個可能性就是 無論中國要提供什麼給美國都好 特朗普早就心意已決 一定要就著香港問題發聲 一定要利用香港問題作為中美雙方角力的場所 但無論哪一個可能性都好 美國自身都需要一度逃生門 就算美國某些企業決定要撤資都好 都需要時間來撤退 不是說走就走 比如說美國領事館 他們要就著這個宿舍的地皮去招標 都需要時間找買家 不是一時三刻就可以解決得到的事情 而在全國人大所通過的關於港版國安法的決議 也沒有就著立法的時間作出任何限制 故此中國也保留著這個立法的時間彈性 他喜歡什麼時候立就什麼時候立 所以我不認為大陸正在退縮 或者選擇打退堂股 只不過是不知道 究竟大陸正在盤算是什麼 好了 又說說日本方面的情況 早前共同社會登了一宗消息出來 就說日本拒絕和五眼聯盟的國家一起參與聯署 去譴責中國強推國安法 後來日本政府官房長官菅義偉就出來開記者會 就說不是 根本上英美等國家對於日本的表現 都沒有作出任何批評 而且日本就以行動來打破這些謠言 到底日本方面是想怎樣 原來他們有意牽頭 通過G7這個平台 聯合七個國家的外長 發表一份聯合聲明 對於中國強推港版國安法的做法 表示關注和憂慮 並且要求中國維持香港的一國兩制 即是日本政府也不是不想參與聯署 只不過不想參與五眼聯盟的平台 而是想在G7這個平台上 自主來搞 故此 日本的球星本田歸有 都就著他自己誤解了日本政府 而在Twitter上發了一篇道歉的貼文 而外務大臣貿木敏聰在記者會上提到 將會與G7工業國的外長 共同發表一個適當的訊息 而日本目前正在與G7工業國的議長國 美國正在協商 短期內會發表聯合聲明 只不過的隱憂就是 意大利最近受了很多中國的恩惠 態度可能趨於保守 反而有機會不參與聯署的 就不是日本 而是意大利 因為大陸說明 滴水之恩也要永存而報 故此在意大利 疫情發展到如火如荼的時候 大陸就派遣這些醫療隊 待會又贈送什麼醫療物資 諸如此類 變成意大利就好像欠了中國一個人情 反而其他工業國 比如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 他們都沒有受過中國的什麼恩惠 所以說句話的時候 都大聲一點 反而意大利就真的不知道 雖然意大利的議會 比較對華的態度強硬一點 但是議會就還議會 政府就還政府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